2020年并检的排行榜就是前五名 第六名到第十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大家心里面就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所谓的2020年并检信用卡 这个并检信用卡到底有哪些卡片呢 这个卡片的话就是它的权益 其实我个人觉得能够几进前五名 就是已经变差了 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五名 第五名到底是哪一张卡片呢 我们的王道银行刚刚有人讲到 千账金融卡 王道千账金融卡呢 为什么它变差了 其实你可以发现它从早期 就是国内1.5海外2.3开始 到去年它已经变成 就是你要存5万块钱 然后你才可以拿到 就是好像国内1.5海外2%左右的回馈 到今年它已经完全没有做公告了 是有人在网路上面去查 才查到说原来它的优惠 就是部分海内外就只有一帕回馈 所以就真的比较差 这个王道都没有再用了 对啊王道真的很变差 所以王道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们今年 我们的过年除夕业 我们在好多地方都要发红包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本事业的投号本事 有机会一起来抽红包 另外的话我们优优班的成员也可以来抽红包 第三个是我们的PressPlay成员也可以来抽红包 王道签帐金融卡虽然不好用 但是我们今年过年要发的红包 其实还是用王道的系统 它的欧野发红包 所以大家还是暂时先不要剪 因为你剪的话 你来领红包我就必须要付15元的转账交易手续费出去 所以大家还是先开个户 但是它的签帐金融卡你可以选择不要使用 因为比较差 什么东西但不使用 应该是说这个王道签帐金融卡 其实我现在也大部分都是只是把它拿 用5次的跨转 每个月都把它用完 然后就放着 其实也没有用其他的东西 这样子 那边开好了真的很不错 联邦是今年真的还蛮可圈可点的 所以我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像我记得我的粉丝 粉丝也填文下面林小美 我对这名字的印象很选刻 他就跟我讲说 他在下面嗆我 他讲说10万的回馈率 就是这个门槛也太低了吧 但大家要想一想 如果有一千人去的话 那联邦他就收了10亿 对不对 那这11元的话 他要发2%的回馈 2%的这个利率 他到底要赚多少钱 才有办法去support 去回馈给所有的这些 是他们的卡货 他们的这个用户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我们自己的投资绩效 有时候都不幸远可以拿到2% 那银行的话 他是不是一定要赚的比这个还多 他才有可能来推这个活动 所以呢 我觉得有点太圆目求远 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银行 像公股或者是一些 中小型银行 他们大概就是给的这个回馈 大概就是10万左右 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真的有点困难 但是呢 明年 讲错了 明天的这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们的上海上瘾的数位账户 这个cloudbank 他就给你50万1.2% 已经完全就是把我们的 这个richard踩在地上了 所以你应该要去关注的是 我们的上海银行的数位账户 他这个cloudbank 这很厉害 1月6号开始 所以你这个 你如果想要高利活属 想要拿1.2%当面 不用分很多那种互动 就开上海银行的cloudbank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这个现象 联邦LinePank 他其实他的那个数位账户的这个 这个整个页面都做得很烂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提亮一下 就是你只是放钱而已 他的其他优惠 你就不用再去多想 因为就没有想要走那么好 黄小龙说宝可梦来分享 各个数位银行 大家开启 有啊 我其实都有写文章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明天也会持续 有些个人请到 大家看到不错 你就可以把它办来使用 我们现在来分享第四名 你一定要减的卡片是哪一张呢 来看一下 一银的一卡通 这个联名卡 大家都知道这个 他的一银的一卡通联名卡 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只有 这个1%回馈而已 那他是其实从去年开始 他的很多部分 他都有加码到所谓的3% 3.5%但都现新户 那只是说 你看过了他一年的这个优惑期之后 他现在已经打回原型了 部分卡内外就只有剩下一%而已 1%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但是跟之前的3.5%比起来 其实就烂多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持有这张卡片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把它减了 因为我其实 好像我的第一银行的第一张信用卡 就是这张卡片 但是呢 我都没有在用好不好 因为其实后来省卡被出 这张卡片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吗 其实也还好 对 所以一银的一卡通联名卡 如果你都没有在用了 你可以打电话去剪掉了 反正你还有其他一银卡就还好 所以如果你的一银信用卡 是还有其他卡片在使用的 比如说Ideo信用卡 那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一卡通联名卡 给剪掉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其实 他们后来出来的产品 都明显的就是比那张卡片还要好 第三名到底是哪一个 开始有点紧张了 真的是 剪刀准备好了没 剪刀在这边 我已经戴好了 就在这里 第三名到底要剪哪一张 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来 花旗现金活个plus卡 现在还有人在用花旗卡吗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要持续的 去使用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虽然说我有写文章 有介绍有推广连结 但是 我其实我觉得我的绩效也不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嘛 说真的 你们如果是等信用卡的 你们都知道这张卡片的权益 真的是烂到有声 有时候我都觉得 这个文章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介绍 就是他到底有什么亮点权益啊 这张卡片明明就是比想象中还要差 他只有那个什么加油超市 指定百货的部分 有到0.5加1.5 就是2%回馈 就只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你知道多少 海外刷卡交易只有0.5 海外0.5你觉得你还要留吗 这张卡片 真的让我想象中就是 难以想象 而且重点是花旗的这个卡片 现在在欧盟经济区呢 欧洲经济区的部分呢 他其实从去年开始 他就已经有做预告了 从2020年1月1号开始 你只要去他的商店做实体刷卡 交易 他大部分的卡片都是不给回馈的 他只有少数卡片 比如说他要缴付年费的Prestage卡 或者是他的这个环旅卡的部分呢 有给予他的红利点数或是里程 但是大部分的卡片 比如说花旗现金回馈 Prestage卡 或者是PC Home Prime联名卡 或者是他的享乐卡 都是没有回馈的 这部分的话就会差很多 因为大家想要去欧洲做刷卡消费 其实就是想要买名牌嘛 但是呢 这张卡片居然不让 不让你给一点 一点P的回馈都没有 他要给你收一点5%所需费 你不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吗 对啊 然后现在让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新展 新展现金卡 我今天早上有权益更新 那你有发现说 我在下面有写到就是 他其实也在做观察 他把他的这个海外交易的部分呢 写上去说 持续到3月31号 那4月1号开始他可能会做调整 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 其实有开始有一些国营 或者是我们一些银行的部分 他们其实已经在关注说 如果大家都拿去欧洲刷卡 他又拿不到刷卡 这个交易手续费 那他要怎么给回馈呢 难道就是 就是咬紧牙关要继续撑着吗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银行跟进 但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银行跟进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遏止一下 这样子歪风吗 真的很糟糕 没有花旗卡 很久没有花旗卡 但是全面剪卡 就是花旗学生版街跑 只有电影 10年前就不想要用花旗卡了 对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 很夸张 花旗只有剩电影功能 那也还好 他的2020年的电影全面有变差 他如果变差了 我说真的 大家就一票剪卡 因为根本就更不好用 那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去微秀看电影的话 你会使用花旗卡吗 我其实到现在 我也都是只用我的i-show图示卡 因为我i-show图示卡里面出了 好像9000多块吧 用都用不完了 我一个月去看也看不到四部啊 也有时候真的很忙 就是写文章 根本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所以那你怎么可能还会有机会 再去使用到这个 所谓的微秀 就是花旗卡呢 对我来说其实就很困难了 所以花旗卡我虽然是我三四十张 但是我基本上都没有在用啊 哈哈哈哈 花旗看电影可以用其他卡片取代 好那讲的这真的很没错 其实花旗的火卡率很高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大家应该要给花旗一点颜色巧巧 就是觉得说你的卡片真的不够好 你应该要再推出更好的权益 不然的话其他银行要是跟进都开始变差了那怎么办 那就死定了嘛 所以这个花旗现金回馈 plus卡你们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 对 然后你们去检卡的话 不要讲说是宝可梦交的 不然他们就会讨厌我 哈哈哈哈 虽然说我已经臭名在外 这样子 花旗在冰山里面了 OK 还是说以前办花旗卡被骗得很惨 花旗必须24小时联名卡真的很烂哦 对啊 他的联名卡居然分期 就是你一年只能够用一次吧 然后其他时间的话 他就是不给回馈 就超烂的啊 所以他真的是很难推广 我觉得很好笑 这个 黄JackDV说 花旗电子账单一次刷卡免年费 对 但是你觉得有必要留着吗 我觉得你是要去存疑的 就是如果这些卡片 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到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 就是趁年底年初的时候 把它做一个清掃的 一些不好的卡片 就可以把它清掉这样子 这个 不过建议说 优卡自动加值0.5%加减 可是他这个优卡自动加值 好像某一些卡片 旧的卡片的权益就没有更新 但是只有新的卡片才有 所以如果你拿的是旧的卡片 你是不是连这0.5%都拿不到 对 NJR说花旗 只有刷卡 你好 其他的这点点 所以等于是说 你有这个新户身份 你拿了他的手刷 你要是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时间 其实都不会去用它 这样子 新的定义说花旗已经想减了 所以 我们每次的信用卡观众票选 大家最讨厌的就是花旗卡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票选 其实只剩下三天就结束 大家第一时间最讨厌的信用卡公司 就还是花旗啊 它已经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了 今年还是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就是非常不喜欢花旗 但是它的动卡率也是最高的 真的很吊诡 到底是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在用 然后是其他外面的阿公阿嬷 那些阿伯阿们他们在用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诡异啊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花旗卡 可是为什么它的活卡率 还是这么高呢 这原来是一个谜啊 非常的奇怪 这样子 花旗无金经营台湾的市场 我很希望它在经典 再推出一些更厉害的卡片 能够让我们刮目相看 不然说真的 我就算跟大家以上合作好了 我这边的这个 每周觐见的量真的是少得可疑 我每个月就是 你拿不到一两张的这个 那个卡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我们就觉得 这个卡片真的是太难推了 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想说 难道我要讲假话 就欺骗你们来办卡吗 我才不想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它的优惠就真的很差 你写着天花乱坠 也是不会有人来办卡的 就是这样的 花旗办卡很踊跃 其实是心不甘情愿 佳明知说 尊上也停止申办 花旗真的是蛮差的 林华鑫一下就冰起来了 三年第一怎么都没有好康 对啊 这个没办过花旗信用卡就可以减了 好了 大家对花旗就是月升再大 我相信我们这样抱怨 也希望他有机会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第三名是十字名 会的话 帮我按个赞好不好 代表说你赞同宝可风奖的话 给个赞 好来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的话其实就已经 快要接近我们的核心了 就是只剩下这两张了 这两张的话就是 真的权益变得很差 如果你不喊减的话 它的权益不可能会回来 好不好 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名是哪一张 热天信用卡 请问现在手边有热天信用卡 你知道 2020年你的权益只剩下 在热天市场刷0.5% 再刷海内跟国内 跟海外的部分 全部都没有回馈 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然后它现在的餐厅消费也是要5笔 至少要刷5笔 然后才可以拿到几%几%的回馈 它这个其实基本上都变得像饥肋一样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跟这些信用卡公司讲 尤其是热天信用卡 你不要再只花钱找网红 或者是做明星做业配的好吗 因为这张卡片人家都觉得是诈骗 你是在诈欺啊 你这卡片一点优惠都没有 然后你一直叫人家办卡 这不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吗 好不好 认同请按赞分享好不好 今天就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热天信用卡很烂 好不好 你也认同的话 赶快把它分享出去 让你的亲毛还有知道这张卡片 真的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去知道 这张卡片真的不好用 也希望热天公司它能够看到我们的 我们在这边呼喊 我们在这边呐喊 让他可以做一些加码好吗 至少把一些回馈拿完 你好歹给个1%嘛 好不好 不要想象中那么差 刚办热天 我有热天卡根本没刷 对 热天真的很糟糕啊 你们很期待 热天很爱拿分旗 但是他今年的群艺 真的是太令人傻眼了 好不好 大家去网路上看一下 就发现热天信用卡真的 今年的权益者是差 他至少一开始还有1.25% 现在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 热天真的是超烂的 我就想说 到底有谁要用 他们之前很好笑 他们跟我代理商讲说 我代理商推荐他 发现宝可梦说 因为我们这边有名单 有部落客有宝可梦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写一篇文章 结果他们的业 他们的那个金办就讲说 哦 我们的长官不喜欢宝可梦 因为宝可梦都讲坏话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的权益如果好的话 人家自然就会帮你讲好话啊 那你们现在不跟我合作的原因 是因为我讲你们的坏话 那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热天的坏话 好吗 又不是只有我而已 所以你们 我觉得他们不跟我合作 是他们损失我们这边的客群 好不好 那我也是希望你要来找我合作的话 你最好是钻一点牛肉出来 不然的话 你给我 你就算给我100万好了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写几句好话 因为他的权益就是不好嘛 好 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 啊 你要接业配 你还是要讲良心话 你知道吗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浪卡 你这边推半天 我觉得我自己会下地狱啊 所以这部分热天信用卡 就是大家还是要走得瞧 就是我很希望你不要再把钱浪费 在这些明星跟网红上面去了 赶快提升你的信用卡 基本权益好吗 大家不是傻子 不是呆子好吗 这个卡片权益这么差 到底谁要用啊 热天是诈骗 我同事今天还特地跟我说 他今天刚帮好热天去日本刷 没有办 很扯 热天跟王道的业配超多 看他怎么办 我觉得王道他现在的策略也改变了 他们之前是有时候找KOL合作 但他现在这两年已经完全改变 就是说他就是走跟热天一样 就是找一大堆网红 然后就是类似明星这样子 这样子的这些网红 然后去做业配 然后买了一堆广告 所以我说真的 就是你2020年的权益 如果只剩下一%的话 你这样子真的有办法去吸引人家办卡吧 还是你只是在骗那些人 骗那些不知道信用卡回馈的人来办卡而已 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蛮缺的一件事情 乐天算是诈骗手法吗 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信用卡的这些推广 他们都是先把你骗进来再说 反正你也不知道卡片的权益用会多管 反正你就傻傻的用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身为一个推广者 你身为一个KOL 难道你不应该要把这些卡片的好坏 都把它讲清楚 一般两个人也摊出来让大家做选择吗 如果你是用话数去做欺骗的话 其实这样才是不应该的吧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说 网路上到底人家写的哪些文章 到底哪些东西是为了赚钱而去写的 还是说他有做到诚实告知的部分 让你知道说这个卡片的优点在哪 这个卡片的缺点在哪 这个部分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判断 对啊 这个库张说经不起人家批评看来就没救 乐天送了WiFi去充程上网超慢 不然就有讯号没网路 所以他们送的这个产品 可能也是为了cost down 所以就有点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哎真的很糟糕 所以如果你赞同乐天是一张不好的信用卡 而且他的权益真的变很烂的 请你按赞好不好 帮我公开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 去知道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乐天信用卡 乐天信用卡你不找报告合作 没有关系我不要赚你的钱 但是我们很希望你提升你的权益好吗 我们在这边不是只是简单的卖卖而已 我们是希望让大家去看到 这个台湾的信用卡市场当中 也有这么差的这么差劲的产品 而且你还居然还要推乐天银行 那你真的会推出一些有像样的牛肉吗 我反而还开始担心了 那我们还不如来期待将来银行 或者是我们的Line Bank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乐天银没有办法用 国外应该大户8%比较好吧 没有错 陈玉想讲的很好 国外的话那你为什么 没有一张 就用这张无脑卡 国外的大户现金回归预期卡 8%不是很好吗 对啊对不对 大户就是大器有好用 对不对 非常的棒 对啊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影响 你让你的千朋友好友知道说 他是一定要烂卡 然后不要再办好不好 你再给他业绩 他只会觉得说 我觉得我 我的成本以前要50万 现在只要5万块就可以做 那我干嘛要花50万 不是这个样子好吗 我们台湾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好不好 我们大家还是要就是当自强 要站起来 好不好 这个花旗至少还有0.5 热天的0.5都没有 讨厌热天的 请你一定要分享 然后你身边如果有热天 有朋友也是办热天信用卡 用的不亦乐数 赶快check他来看这个影片 让他知道热天信用卡 到底有多差好不好 第一名真的要出来 第一名到底是哪张卡片 烂到你真的非减不可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 真的我们的iCash联名卡 大家知道了吗 玉山银行的iCash联名卡 他是我们的优等生 可是他这张卡片居然烂到 他只剩下这个 这个什么自动加值 使用open point就是刷一块钱 累积一点的优惠 他居然连那个 所谓的5%的这个网购都没了 这张卡片我真的跟你讲 他问世三年以来 我第一次真的这么的失望 我真的觉得玉山这个前段班 这个银行真的是让我觉得 哎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我刚开始在前面讲的就是 他其实已经有在限缩一些 某些卡片的权益在收回来 然后拿来做补贴其他信用卡的部分 我不相信他还会再 特别拿出一些什么优惠 如果他真的2020年一点优惠都没有 而且那年MGM都没有了 所以那你不觉得你就是应该 把他停掉了吗 因为他真的就完全不值得一晒 不值得你就拿出来刷了吗 真的很差劲 所以这张卡片真的是让我就是 他就是吓到就是我们的前段班优等生 玉山银行 他居然把这张卡的权益全部整个都拿掉了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 站在银行端的立场 他其实他的iCash联名卡 跟他的Uber卡的网购部分 是完全重叠的 所以他当然会想办法 就是把这张卡片慢慢的收掉 然后拿来补贴他的Uber卡 站在银行的立场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所以连他们都这样子想 他们这样去操作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帮他一把 直接全部的人都打电话 抄起来说我要剪卡 把玉山iCash联名卡全部剪掉就好了 让他直接把卡片清光光 这不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吗 所以其实我会降牌的原因 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他的权益真的是 差到跟去年完全没得比 连5%都没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去留的必要 因为你还有Uber卡 你为什么要留我们的iCash联名卡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卡片被插了 你真的应该要思考去剪卡的 这个部分 剪刀拿出来开始剪 他现在就是指希望大家 冲Only卡跟Uber 所以他这个卡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差 现在所有的卡片要剪卡 都是要打电话去讲的 因为你在家里面自己剪掉 他不会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打电话跟他讲剪卡 好不好 这个 剪刀剪讲说 玉山iCash可以绑Hammipay 但是他现在没有优惠 你绑Hammipay有什么用 对 跟玉山iCash说 我以为大户跟东奥是同一张卡 他们是同一张卡 但是你可以办两张 这样子 玉山今年权益其实很多都变差了 对啊 玉山有新欢 然后就把旧爱拿掉 玉山黑熊卡打败他了 这个下半才办 玉山iCash 然后才用了几个月就剪卡 因为这真的很不好用啊 你就直接用Yubay就好了 对 这个你中了三张 其实这些卡片都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如果你办的卡越多 其实你会发现 信用卡这个迭代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 因为你有发现说 其实现在大家 各家银行他们在推那个 2020年的权益都是只放半年 就到了6月30号 我们的大户也是一样 他们大家都在等 就等说下半年 如果有更厉害的卡出来 他再来决定要加码 所以你不觉得 我们就是应该要支持那些 肯给优惠的卡片 然后那些比较差的卡片 你就真的要把它剪掉 这样子银行他才会觉得说 不行那我要努力 我要赶快再推出好的卡片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就是 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就是 我们这些检卡排行榜 就是真的变差了 我觉得明天可能开始 就有一些新闻记者 然后你就会来抄了也不一定啊 尤其这些大家网络上都查得到 就是真的是变差的卡片 其实你就不需要留了好不好 帮个忙为我们台湾的现况 加个油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检卡 哈哈哈哈 那个天真的 是不是应该把它排到第一名去啊 那真的是真的是差到 差到就是无以复加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2020年 并节的信用卡排行榜 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些银行你们听了不要怨我 因为你们就是产品变烂了 那希望你们就是可以继续教训 让大家 我们1月11号呢 我们要去投降 持胜利票 但是现在呢 你也可以用你的行动 来让银行知道说 我们消费者不是好欺负的 你觉得这个卡片不好 你还是有权利去剪卡的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边告一段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